每天两个小动作延长膝盖寿命 膝盖不好的人往往感觉到是酸软无力 蹲下去以后起不来 尤其是老年人容易增加跌倒的风险 今天教大家两招 保护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 第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这样的靠背椅 然后把脚抬起来 两个手交叉放在这个腿的下面 然后自然的下垂 你不需要这样用力勾的 就自然下水 然后我们这个脚可以先顺时针 转36圈 然后再逆时针转36圈 那么大家在平时看电视 或者是聊天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做 这样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关节的活动度 转一边我们换过来再做第二边 也是先顺时针36圈 再逆时针36圈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么第二个动作呢 同样是选择靠背椅 我们屁股尽量往后 整个腰靠在椅背上 然后我们可以抬起两个腿 把它伸直拉平 那么你光是这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都可以感觉到 你大腿这个骨四头肌 它是非常紧的 就说明了这个肌肉在用力 那么这个就是锻炼我们的骨四头肌 那么骨四头肌强壮了 我们膝盖周围的韧带 它就会稳固了 这样我们这个膝盖就不容易受伤 也不容易滑倒 那么在这个抬腿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增加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吸气的时候 我们两腿啊 两个脚丫 像背后这样勾过来 同时我们夹紧屁股 做一个提纲的动作 那么勾起来 你就憋住这个气 憋不住了 你再放松 吸气 呼气 那么就这两个动作 可以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延长膝盖的寿命 同时我们在做这个锻炼的时候 吸气提纲 可以锻炼到我们盆底的肌肉 可以改善我们对于大便和小便的控制能力 你记住了吗